原标题 淮南抗战最壮烈一役 川军收复朝鲜 最大的功臣却是一位启家 今天老兵要讲述一段 80年前川军第二十军收复安徽朝鲜的历史故事 这是一段几乎被完全掩盖的历史 网络上能查找的史料中 几乎找不到这支部队和朝鲜的任何关系 但是1938年的新华日报 却刊登过一段非常珍贵的史 在那边报道中 著名战地记者不遗用 淮南历次战役中 最壮烈的一幕来形容 并听主说 值得我们永远记念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 这场最壮烈的战役过程 虽然发表在当时的报纸上 但是对于其中的人物和部队全部用某某军 某某市长等等来形容 所以老兵在读那边报道时 虽然觉得很震撼 但是80年之后的今天 确实无法确认这场战斗 到底是哪支部队打的 直到后来老兵发现了另一段史料 该段文字记载 1938年5月13日晚 杨森部师长杨瀚中率133师两个营度 护城河 袭击驻朝日军 收复朝鲜 蒋介石通令嘉奖 15日 占领合肥的日军增援朝鲜 杨森部被迫向朝南撤退 营长张运辉在战斗中牺牲 这段文字应该是来自朝湖官方档案的 而他基本上可以跟新华日报的文章相互印证 所以在这里老兵基本上可以肯定 这场最壮烈的战斗是川军阳森部打的 下面老兵就来介绍一下 这场战斗的经过 朝鲜是4月29日沦陷的 当时20军驻在安庆 他们不待日后席卷朝湖后攻去安庆 而采取主动出击的战术 派出133师去攻打朝湖 并派出副军长下井专当工程统帅 在朝县工程站中133师打住了中国军人的血性是毫无疑问的 不过在这场战斗中还有一位工程估计没有人知道 他是一位不知名的乞丐 报道趁133师官兵从东关的北面路河 路上遇到一个当地无名乞丐 他则告着永当江岛 据他说任平日后如何把四个门堵塞住 他仍然有办法进城 当时城内日后有一个打队 还有一支伪军部队 强攻成功的机会并不太大 而且可以预见将会牺牲无数的战士 所以当时抗日部队就相信了哪个乞丐的话 组成一支数千人的赶死队 由乞丐带路乘着夜色进城 果然我们的赶死队在那个勇敢的无名乞丐引导下 通过城墙下面的下水道 一个各钻入城中 那个通道的出口在一个马就旁 那里有一百多匹日后的战马和几个看马的士兵 于是一阵手榴弹丢过去 那些马和士兵就全部报废了 朝鲜的工程战也正式开始 当时日本人根本没有想到城中会凭空冒出这么多抗日官兵 很多人都在睡梦惺忪之中被中国军队解决了 剩下的纷纷向城里的卧牛山上跑去 战斗没有打多久 抗日军队就攻下了三个城门 但是在攻打卧牛山 时却碰到了麻烦 因为日后在山上建有几座雕堡 还有几门大炮 将我军力及轰击日后居高临下 我们的战士都是轻武器 更多的还是手榴弹 这个时候根本起不了作用 所以这一次养工非常吃亏 在日后排炮的轰击下 我们的战士一片片倒下 但他们仍然是那样勇敢 前面的倒下 后面的又在大喊杀声中涌上去 抗战中的川军战士不过血肉身躯 最终没有战胜大炮和机枪 虽然日后被困在我牛山上达十一天之久 但并没有被抗日军队完全歼灭 后来正如前文所说 占领合肥的日后赶来增援了 133师将士被迫退出朝线 这一场战斗我军伤亡数千人 撤出之后还有五百多名烈士的遗体没有运出 而那位最该对我们铭记的无名乞丐也光荣殉国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